加拿大赛 李诗峰vs安赛龙呈关注焦点 国语南丹判终止14连败 北京时间7月4日 羽毛球再停止了10天的比赛 又将迎来新一轮的赛事 接下来将在加拿大进行比赛 国语方面派出年轻选手参赛 力球打出好成绩 南丹方面 李诗峰、翁洪阳和雷兰西联妹出战 最大对手是安赛龙 根据最新的签表显示 李诗峰极有可能在八进四的时候 和安赛龙交手 争夺一个四强名额 安赛龙现世界排名第一 随着年龄的增大 状态没有下滑 反而打球越来越老道 目前他在南丹祖独居一党 无人能够打破他的霸主地位 尤其令人尴尬的是 一直是世界语坛霸主的国语 在进入巴黎周期后 面对安赛龙暂时还没有胜绩 连续的输球也让国语南丹祖备受压力 比赛进入2023赛季后 国语南丹祖整体表现较至2022赛季有所进步 00后选手李诗峰得以快速成长 夺得了全英赛冠军 他也成为全英赛历史上第一位00后南丹冠军 不过 李诗峰还没有和安赛龙交过手 如今这一切将在加拿大公开赛上变成现实 李诗峰是国语寄托巴黎奥运南丹冠军重任的选手 那么久必须跨过安赛龙这关 期待届时李诗峰能够有出色发挥 争取打破安赛龙的统治局面 国语南丹祖已经面对他14连败了 希望这一次能够有所突破